张华县议会召开第十八届第十三十四次临时会 针对议员所关心的园林国宅商场标售案 为县长重申一定捍卫所有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会根据建筑师工会的鉴定报告 做出立场坚定的处分 一切以生命财产为第一优先 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气氛 我可以跟大家讲 捍卫园林国宅 住户所有的生命财产 我跟他们同在 这是我的责任 现在收了解他一间 二三五七八 去后他派对圣公立精英 建律师工会理事长 去做这个带人生关的情怀 去做安全的感情 我相信这个感情应该可以得到大家有一个 说更快的一个公正的意见 依照我们园林国宅 这个建案是省租督局的时候新建的 产权都是属于营建署那一边 那我们彰化县政府只是代为标售 园林国宅产权属于营建署 彰化县政府代为标售 依照国民住宅出售出租及商业服务设施标售标租办法计算公式 所有的标售案都是依照营建署的公开程序标售 那目前呢 住户的另外一个诉求就是他们对于停车需求空间的不足 那相关的产权仪呢 我们在今年的2月13号也请营建署下来跟住户做一个说明 因为它地下一楼的停车产权是属于1、2楼 这一次标售的同样的一个建物的建号 那我们是希望说 员林国宅的住户能够透过他们管理委员的运作 把他们实际的需求提出来 那再跟这一次的得标业者做一个协商 来共创双赢 让整个园林国宅未来能够带动园林地区的发展 园林国宅标售案健身中心 由于资料不齐全且先行动工 所以建设处予以退建 目前业主已被勒令停工 并限于4月14日前改善 县府将善尽协调 希望以和为贵创造双赢的局面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华采访报道